萝卜烙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萝卜烙 主要是白萝卜一个 还有方薯粉 还有芹菜 虾米 炒好的花生米 还有萝卜干 还有点糖 盐 还有一点白胡椒粉 我们先把萝卜刨丝 就尽量把它刨成细一点 差不多这样 萝卜丝就刨好了 我们就把这些虾米 虾米我们也搞碎了一点 还有这些芹菜链 还有这些花生 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 这些搅拌完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菜铺列放上去 还有这些盐糖啊 胡椒粉啊 放上去 然后再搅拌 最后就把这些粉 给搅拌 好我们这样搅拌差不多一分钟 我们就搅拌好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 在日锅上我们就来烙 好我们在日锅呢 然后再加一些油 尽量油要加多一点 尽量油要加多一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烙这个 这些芹菜铺 我们可以分成两次烙 好我们这样煎了差不多四分钟以后呢 我们把它翻过来 然后中间再把它 因为中间油可能就比较难熟 所以我们要把它 撮一些小洞洞 让它容易熟一点 这边中火差不多煎了四分钟 我们再看一下 能有怎么样把它翻过来 好 好 这边煎好了 然后把它把它移在一个盘上 好 这样这个萝卜就 萝卜烙就做好了 把它放在盘上 白萝卜含有丰富的营养素 其中包括钙、铁、钾和铜 而维生素C和叶酸也位居榜首 煎的时候 我们在萝卜烙上搓一些洞 能容易熟透 我们的外酥梨状的萝卜烙 配上蒜蓉辣椒酱是结配 吃几身 来吃饭